这档有,这档也有 红薄薄的荔枝现在当做 又便宜又甜 忍不住吃完一粒又一粒 不过吃得多 竟然吃得令人差点猛 早前,内地有两名男子 因为一次过吃大量荔枝 突然双眼一刻,什么都看不到 结果要送丸治疗 星期就两次了 因为我一次过买四磅 也是分两次 这么厉害吗? 对,一家多少人吃? 五、六个 他们说糯米糍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不肯吃 荔枝不止有三把火 还有高糖分 那两名男子因为吃过多的荔枝 血糖飙升导致差点失明 所以吃荔枝之前 都要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通常荔枝吃得太多的时候 引致血糖过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病人本身 已经有糖尿上眼的情况 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 会再恶化一点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血管本身已经有点失 去到眼神经的血管 已经有点问题 如果突然之间血糖过高 又会引致血管完全闭失 就像眼中风的情况一样 正常人如果吃太多荔枝 第一,你的果糖过多的吸收 会令你血糖高 还有人会很口渴 这个是短暂性就会感觉到的了 长久性,如果你经常吃这么多荔枝 其实加起来,那些果糖 就可以去到肝里形成脂肪的积序 就变成脂肪肝的出现 郑先生和郑太太 一直都很喜欢吃荔枝 在荔枝当做的季節 他们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做几粒 要吃,要吃,要吃五粒 要吃,要吃五粒 要吃二十粒也吃过 二十粒? 一次过吃二十粒? 坐在那里吃虾,要吃越少吃 荔枝是很吸引的,甜的 是,甜的,又厚肉 荔枝吸引力,不大也好 不过每粒吃下去都是糖 所以夫妻为了健康 打口都要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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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 和高胆固醇的郑太太 自己血压高,不敢吃 糖分高 只要吃一粒一粒荔枝三百粒 少年都很害怕,不敢吃 但是很喜欢吃,讲事实 不少人吃荔枝 不甜的那粒也不吃 一粒荔枝就小小粒 糖分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用糖度计 所以把一些荔枝擠出汁 滴进去,就可以立刻看到毒素了 现在你看到的15% 这代表这些荔枝拿出一粒 它里面有15%是糖 15%? 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不是很高 不过食物安全中心一份报告显示 在日常水果里面 荔枝的糖分是最高的 跑来其他同样较甜的水果 好像芒果和提子 平日买荔枝,懂得选择的 就是选择一些颜色 比较先红熟一点的荔枝 不过不要看,粒粒差不多 其实大家的糖度可以差很多 面前这盘应该是生一点的荔枝 试试一下它的甜度是如何 好 这个生一点的荔枝 显示14.2% 我们吃一粒,当然分别不大 如果当我们吃十多二十粒的时候 这个糖度的分别可能会比较大 想吃荔枝,但又怕糖分太高 又忍不住口,怎么算好呢 弄到十五十六 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令荔枝减糖呢 有人说不要胸肚吃荔枝 吃之前要吃饭 吃完后要喝点水 血糖就不会升得那么快 吃得这么讲究,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加热水,譬如饭 有些纤维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吃饭后再吃荔枝 那些果糖在荔枝里面就会被吸收得慢 就减慢了那个升糖指数 可以吃完它的荔枝之后 喝多一点清水 尝试帮身体手 把这么高浓度的糖分稀释一些 令到它的身体也容易适应 令到血糖会飙升得那么厉害 吃荔枝前要吃饭 简直可以比味 不要空套吃早餐一样 真是找Leon来做 那有没有更有建设性的提议呢 先询问街坊 听人家说用盐水浸一下 人家就开点盐水喝一下 网上有人说 把荔枝浸在盐水可以降低糖 究竟是否呢?我们马上测试一下 首先准备一盆温水 把盐倒入温水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准备好 剥好的荔枝放入盐水里面 接着把荔枝浸五分钟就吃得了 浸过盐水的荔枝吃下去没那么甜 但表面上那一层咸咸的味道 反而带出它的鲜甜味 不过不知道它的糖度有没有降低呢? 我们测试出来的就是12.8%左右 摺低了可能2-3% 正常来说如果我们把荔枝的壳剥了 浸在普通的清水 它的糖分也有机会低一点 因为糖可以溶出出来 它是水溶性的 如果我们浸在盐水 譬如5-10%的盐水 因为盐的浓度 更加有机会把荔枝里面的糖分 抽到水里面 那糖度就会比浸在水中更加低 说了这么多荔枝减糖吃法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那句 吃荔枝不要吃过量 那就不会出事了 那茶食一次可以吃多少粒呢? 一般成年人 我想一天吃8-10粒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小朋友、老人家这类 甚至乎孕苦 他们应该再吃少一点 甚至不吃